《第五節》 《看法太前書》第一章第五節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者愛是從清潔的心,無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伸出來的》 所以現在你明白了 為何藍精紅精經常笑 根本那群傲子還唱歌 他們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敬拜赞明为了什么 好了,现在再说 为什么你们很多时候不明白 我喜欢某些歌 因为其实原因就是 到现在来说 甚至你们作歌、填词 或者你们听歌 都是为了entertainment 这个就是整个根基上 性质上不同 你一天还要拿着这个东西 你一天也不知道秘密是哪里 一天你也是一个谜题 但是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转 但是如果你受教的话 你就不会嘲笑我喜欢哪些歌 老土之类的 你就会谦卑去想一下 为什么我喜欢这首歌 甚至问 所有跟我一样喜欢同一首歌的人 你会感觉这首歌是什么 那你真的学过东西 小孩子就会这样做 但是通常一些骄傲的人 有一辈子在棺材都不会做一次 这个就是要改 因为又要画公仔画出场 那你已经倒绝了 你是个小孩子 你仍然是被生出来的 就是被这个小孩子生出来的人 你绝对没有可能是个小孩子 你根本都不可以是 原创地在这个信仰上 脱胎换骨的 不行的 你只见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人 你都好像猛闭闭 他不开声说 你不碰个钉 你都会完全如在梦中 甚至你可能做过一行 你就是写歌 你就是唱歌 你都不知道 那这个就是既可悲 所以如果回来 有时候神刺一首歌 他刺了入这件事 我知道 我听第一次就知道 我喜欢得很重要 我就会照着我的意思 去改一改 改完之后 我就觉得很喜欢听 很着迷 很喜欢听 很享受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我 司机歌 其实是主力 是我 除了他的编曲 merody好 其实主力都要经过我喜欢 才行 所以我列出来给你的司机歌 其实就是我喜欢一个 是的 但可能你觉得 未必都是这么好听 那就是 你行entertainment 或者你本身有个很肤浅的性格 是要某一种东西才能明白 就能听到 是吧 如我所说 总之各人在内心当中 总之我们喜欢听一首歌 喜欢听一首歌词 melody 其实是跟你本身 是根基上 品性 和你的情绪作主 当然 有些人其实没有品性 未到像石安 没有这么疯狂的品性 有些人到死的时候 他一生只是有情绪 这个就是常常姐妹会常有 但近代年轻人都是这样 他只是有情绪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歌 外面有很多歌 都全部是 娱乐别人的情绪 满足别人的情绪 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当时 陈伯康唱的那首《念亲恩》 那么多人喜欢听 你现在明白了 是吧 那个就是摇起了你 对慈母的 共鸣和品性 是吧 那个是一股饮桶 你不知道他会打到哪里 因为 当然 如果说 我说回你听是可乐 可以的 但品性我怎么说回你听 对吧 你确实不知道 我为什么 是喜欢喝这一股饮桶 但我说不到 没有字眼去形容 那样东西 因为那是品性 甚至那些品性可能很丰富 我都说不到 我只说给你听 我喜欢这首歌 不是因为这个歌 是因为神有时候刺下的歌 是一个恩典 但有时候 你们就算放在你眼前 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但你不知道 你可以学的 你明白吗 你便跟我学 你便可以访查 究竟尼文牧师 最喜欢哪些歌 是吧 但可惜可能 你不舍去做 因为你喜欢你的歌 你觉得 和我那些不合格 没所谓 你觉得没所谓 那就是 而我所说 原来 我们太过把品格 摆在一边的时候 有很多 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 一片迷霧 我们不能够解通它 因为我们以另一样东西 就是以娱乐去解 那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这个迷 就是为何我很喜欢 一些歌 和你们喜欢那么多 是吧 因为你以娱乐去解 那首歌不是精彩 不是特别 不是意想不到 那些歌词很普通 是吧 最常是 我都写得到 我都作得出 但问题就是 那首歌 所有歌 其实不是真的你作的 是神容许那首歌 经理出来 因为你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就更加 这件事好像朴朔迷离 其实不是朴朔迷离 如果你真是你的品格 正如我所说 你是重新演绎了很多东西 你想想 年敬拜占美 你要第一次明白 是吧 《庭华太前书》第一章 第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晰的心 无无规的良心 无偽的信心 伸出来的 我аств Sec 相譇着 神音 奉险在世的日子 每日 行事上后晚你 并按着你心意 以我心里心智 万有上帝你是我生命所以 我愿同福并随着你的志愿 愈小度过愈下一尽 求明白你的心意 每刻知道你心里所思 完全幸福的志愿 总是做错知我愿尝试 是否每身感充满意愿 立定之香灯跑到永生 以我没及走多远 一生要合你心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顾客